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17日星期四 我这个时间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疫苗的这个情况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呢 英国是首先率先的开始打了这个辉瑞疫苗 那他打了以后呢 出现了一些过敏反应 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过敏反应 还很严重呢 英国呢 就建议有严重过敏史的人呢 不建议来打这个疫苗 那在上星期五的时候呢 美国的FDA他们就批准了辉瑞疫苗的使用 那星期六呢 就开始运出来了这个疫苗 星期一天的时候呢 美国已经开始打了 星期一呢 打了一天 那星期二的时候呢 阿拉斯加爆出来了两例严重的过敏反应 而且呢 阿拉斯加所爆出来的这两例严重的过敏反应呢 他们这两个人之前还没有过敏史 就是说英国现在呢 已经是首先打了一个礼拜以后呢 已经知道了 有过敏史的人呢 有可能会有很严重的这个过敏反应 所以呢 就不建议有严重过敏史的人打 所以呢 在美国呀 加拿大呀 现在呢 就会引起来重视 那美国呢 是星期六开始有人打了 加拿大呢 是星期一就开始打了 阿拉斯加呢 星期二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 阿拉斯加在星期二早晨的时候呢 在一个医院里面 就给一位中年的女士 这现在使用的都不是普通人啊 都是医院里面那些医护人员 那就给那个一位中年的医护人员呢 先给他打了 打完了以后 过了十分钟的时间 那这位女士呢 就开始脸上就出现那个红疹 在她的上身呢 也都出现了那个红疹子 然后紧接着呢 她就开始呼吸急促 心跳加速 很憋气 喘不上气来呀 就跟这个新冠肺炎的症状呢 是一样的 那因为她是在医院里面嘛 医院呢 就赶紧就给她打了一针这个肾上腺素 打完了肾上腺素以后呢 她就有一个瞬间的好转 就看起来就好转了 但是只是瞬间而已 接着呢 又开始憋气 喘不上气来 心跳加速 就那样的 然后呢 又给她打了肋固醇 加肾上腺素 综合在一起呢 进行输液 那这个输液的过程当中呢 她又有所好转 有所好转之后 这个输液的药就要给她拔下来的时候呢 然后她这个症状就又来了 又卷土重来 而且呢 还更严重了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就严重着生命都有危险了 立刻就给她推到这个ICU里面去了 到了ICU里面呢 这是星期二嘛 星期二 然后呢 在ICU里面待了一晚上 到星期三早晨的时候呢 就有所好转 但是为了保险期间 然后让她在星期三的一整天 也就是昨天一整天的时候呢 她仍然是待在这个ICU里面 那在今天早晨的时候 她才让她出院 现在呢 她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但是呢 星期二 星期三都很吓人 尤其是星期二那天呢 是非常非常吓人的 那另外在星期三 就是昨天的时候 他们这个同样是这个医院里面呢 又给另外的一位男士在注射之后 也是过了十分钟 这位男士呢 她的眼睛就全都肿胀起来 然后呢 她就觉得头晕 觉得这个嗓子呢 就刺痛 然后又给她打了这个肾上腺素以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打肾上腺素 咱们不是医生啊 我不懂这个 肾上腺素应该是激素 对吧 激素可能就是让她的免疫系统可能是活跃起来吧 就是给她打了这个肾上腺素以后呢 过了一个多小时 这位男士的情况呢 就稳定下来了 那现在呢 在美国就是阿拉斯加报告的这两例 尤其是星期二那一例 那位女士呢 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现在就引起来了全美国 以致加拿大呢 对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视 也很害怕 也很害怕 那我看到今天呢 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卫生部呢 发出来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呢 就是严重警告 就是希望有任何的过敏史的人 都不要打这个疫苗 就不像英国 英国因为她说的是呢 如果有严重过敏史的话呢 不要打这个疫苗 加拿大又说呢 有任何的过敏史的人呢 都不要打这个疫苗 然后呢 会严重的关注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呢 也引起了FDA的重视 FDA呢 现在就要严密的观测这些 希望呢 就是打完疫苗以后 15分钟之内不要离开 要尽 起码要进行观察15分钟 以便呢 出现情况的话 好 紧急的救助 那这疫苗的注射呢 是有注射点的 它不一定都在医院里面啊 也有可能在老人院那种情况 那如果说打疫苗的这个条件如果不是特别好 如果没有ICU的话呢 那还真有可能是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过敏反应呢 它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这种反应它叫什么 它叫过敏性休克 它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一旦过敏的话呢 它会造成除了那种皮疹啊 恶心啊 呕吐啊 头晕啊 这些情况呢 说实在的还不致命 有一个最致命 最致命的是什么呢 它就会让你这个呼吸道变窄 一旦如果是你对它过敏的话呢 你的呼吸道 本来我们这呼吸道是这么宽 比如说这空气都能够进去 对不对 我们现在呼吸的话呢 这个空气都能进去 但是如果你这个呼吸道变一下就关闭了的话 你这个空气无论如何是进不去了 因为你的气道关闭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一定会致命的 那我之前呢 曾经都做过两个视频 给大家来介绍这个疫苗 那这个疫苗呢 之前啊 我就说了 这个病毒刚一发作的时候呢 我记得好像就是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说 这个疫苗 说呢 这个疫苗啊 会是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是呢 疫苗一时半会儿不可能成功 因为任何一个疫苗它要研制出来呢 从研制到成功到使用呢 是需要起码18个月 我记得特清楚 那会儿他们说是18个月 甚至两三年的时间 可是呢 现在这些疫苗 哪里够18个月呀 就连12个月都没有嘛 对不对 现在呢 都投入使用了 我就觉得这个是非常不靠谱 非常危险的 现在等于说拿这些老百姓呢 当小白鼠 当试验品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我就是听说 那本周早些时候呢 我记得我就听说呢 说川普说他要打疫苗 这两天呢 我还看到说 周拜登说这两天要打疫苗 可是他们老说他打疫苗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打 他们并没有打 为什么 他们有可能很担心嘛 对不对 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实验 不过另外的一件事情呢 我就觉得纳闷的就是呢 打这个疫苗呢 就是为了让你的身体 认识这种病毒 当它一旦来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呢 好 认识它 马上就产生抗体 来抵抗这个病毒 但是呢 如果你已经得过了 你身体里面是会有抗体的 那我们最近呢就知道 在美国 欧洲啊 有些国家在之前的时候 在中国发现之前 他们已经就有了这种病毒 我们就从他们 我们就从呢 他们调出来的 他们人员以前献血的 那个血浆里面 就分析出来了 那里面含有抗体 从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呢 他们以前身体里面 曾经遭遇过这个病毒 它所以才会有抗体 也就是说呢 这个病毒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出现的 要早于中国 因为他们身体里面有抗体 那我就是想说的就是川普啊 川普前一阵 他不是说他得了吗 他不是说他得了吗 他得了 他不就是应该有抗体了吗 他要是有抗体了 他用得着再打疫苗吗 这个我们有理由怀疑川普上一次得的那个不是真的吗 上一次他得的时候 他很快就出院了 有些人就说呢 那不是真的 说他制造的一个假象 一个苦肉剂 好煽动群众 有理由这么怀疑吗 好 我再来说呢 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从FDA他那个公布的report上面来看呢 他试验阶段的时候 他也出现了过敏反应的 他有130个人出现了过敏反应 这个辉瑞就说呢 他们在试验的过程当中 从来都没有出现过这么严重的过敏反应 但是呢 阿拉斯加的这位女士所出现的这个严重的过敏反应 在上个礼拜 英国呢 就有两例的过敏反应 也有这么严重的 只不过呢 那两 英国的那两位呢 他们都是有这个过敏史的 但是你有过敏史也好 没有过敏史也好 都出现了很严重的过敏反应 说这个礼拜呢 英国又出现了第三例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 那怎么在刚刚开始打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 这应该是英国有三例 阿拉斯加呢 有一例特别严重 有一例呢 还不是那么的严重 就有这么多 为什么你们在试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呢 这个我就觉得我挺有疑问的 挺值得人怀疑的 而且呢 就是美国的FDA 他们把他们报告里面的有一些情况呢 轻描淡写 我认为挺严重的 但是他们轻描淡写 你比如说那四个面瘫的 然后他是说呢 哎呀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其实很正常的 这个比例并不高 然后他认为呢 那个不是问题 还有呢 今天呢 我就知道 我上回就跟大家说了 他其中呢 有六位死亡的 在这个试验当中 那其中有两位呢 是注射了疫苗死亡的 有四位呢 是注射安慰剂死亡的 辉瑞呢 也说是呢 这两例和这个疫苗是没有关系的 FDA呢 也接受了辉瑞的这个说法 说是跟这个疫苗没有关系的 是怎么排除的没有关系啊 今天呢 我又看了 有人就在议论这些事嘛 就不断的在议论这些事 我看到有媒体有报道哈 说这个打了疫苗死亡那两例人 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个就是他打了第一剂以后 他三天之后 他死于动脉硬化 他是死于动脉硬化 但是呢 跟这疫苗难道说就没有关系吗 这是第一例 第二例呢 说是打了第一剂的时候没事 打了第二剂呢 当时也没事 过了62天之后 他的心脏呢 骤停 发生了这个心脏骤停 然后过了三天就死亡了 FDA呢 和辉瑞制药呢 都说这两个和这个疫苗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吗 他确实是死于心脏病 但是疫苗没有一个诱发的作用吗 那加拿大呢 是从新体疫也开打了 现在呢 先是给那些个医护人员 以及特殊人群 预计到明年九月份的时候呢 全国就全都能够打完 但是现在加拿大呢 因为阿拉斯加发生的这个重 这个严重的过敏反应呢 非常的害怕 现在呢 严重的警告 凡是有过敏反应的人呢 不要去打 不是说你过敏反应严重的不要去打 就是有过敏反应的不要去打 美国的FDA呢 也说会密切关注 到时候呢 会更新他们的注射疫苗时候的那个指南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